車輛來往的雙向道染上藍黃色調 500公尺長的路段被潑灑340公升油漆 從空中仔細一看就是一面巨型烏克蘭國旗 出現在倫敦俄羅斯大使館前 幾館三男一女遭警方逮捕 但坦承泼氣的政治行動藝術團體表示 他們這麼做就是為了要彰顯烏克蘭的獨立自主 我明天也會去俄羅斯大使館 站在那裡 抗議 仗逢俄烏戰爭開打週年前夕 白天夜晚英國民間團體抗議不間斷 群眾聚集首頁譴責俄羅斯帝國主義動武 當他們拘捕了我們 他們一直說我們要進入歐洲 他們想要俄羅斯的英國 他們想要進入歐洲 所以他們不會停止 他們會繼續推動 烏克蘭西部大臣利維夫 葉空蘭登照耀經驗陣亡士兵 但莫斯克依舊無視反彈聲浪 慶祝蘇聯祖國保衛者日大放煙火秀 不只這裡2014被併吞的克里米亞 民眾在紀念碑前觀看煙火 戰爭還在打 這裡卻向天下太平 去年遭烏克蘭攻擊克里米亞大橋 也選在此時正式全面開通 人人說出一席愛國宣言大小孩玩起展示的武器 俄羅斯刻意在克里米亞舉辦軍事展要此姓移民 企圖淡化戰爭一年帶來的傷亡 普欣則在莫斯科二戰無名烈士墓碑前 親自為花圈矽錦蝴蝶結 希望提振俄軍在前線士氣堅持繼續打這場仗 TVBS新聞中不倒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